闺蜜右手食指竖在头顶跟我说 你瘦了 我那个饿呀 然后问她 指头举那么高干吗 她说 在头上装个避雷针 说谎话是要被雷劈的 牛狐开船后 船长给梅祖发带面包 我没吃早饭就直接吃了 等到了湖中间 听到船长说 现在可以用面包喂鱼了 这时大家都盯着我 领导说 我招人从来不招女人 我问了一句 那我呢 领导 你是因为可以当男人用 妈 你看格林王叔叔他闺女怎么样 我俩合不适合 老妈切菜的刀直接掉地上 给了我一巴掌说 你才二十八岁就想着早恋 不行 幼儿园让做家电小手工 我给拿材质糊了个电视机 弄了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送到校门口 问其他家长 他们都是直接买的 有纸垫冰箱 直洗衣机 还有直手机 一会 tell 什么筹 叶你 好